王春华 男33岁北京人 高中学历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求职者 我叫王春华 32岁 来自北京大兴 我之前是一直从事 汽车销售顾问的职业 从业时间有6年 我今天过来求职的主要意向 还是想找与销售类相关的工作 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特别荣幸 然后送个祝福 给今天在座的各位 祝在座的大家 吉时吉日吉如风 风年风月如风增 增福增财增长寿 寿山寿水收长生 生福生财生贵子 紫孝孙贤代代荣 荣华富贵年年有 非你莫属2019 节目收视长红长长久久 谢谢大家 好 这些水平比附老师高啊 老师您好 还来一个灌口呢 王春华的关键词是第一 销售冠军 这做什么销售啊 奥迪四年 然后在奔驰是两年 春华 您好 您好 我倒是真的是想换一辆车 这个前两天我还问朋友 但是我有点拿不定主意 你觉得我适合开哪一款 真的听一听你的建议 是这样的 尹总 您适合开哪一款车 我得先给您做一下需求了解 这一块呢 也是为了让您更好地去选择 您适合您的车 现在您能开的有几辆 还是说您现在没有车 我现在是一辆极其普通的车 非常普通的车 大概是什么品牌呢 就是那个日系的 再四五十万这样吧 我比较喜欢越野一些的 然后这次购车的话 您主要还是考虑越野呀 还是想换一下风格 考虑轿车 就是还是越野 但是我知道这个 说是奔驰宝马 都是这个满街跑的都是 是这样 尹总 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问一下 您觉得现在华为手机 在市面呢 在全国 在全世界用得多吗 现在挺多的了 奔驰宝马多 您觉得有问题吗 这个就听不下去了 我认识很多 就是在奔驰做销售的朋友 就是如果你这样的话 能做某一个销灌 我都觉得是不可想象的 购买者的用户的时候 其实这是需要一个尺度的把握 因为你说得轻了 可能达不到你的效果 你说得重了 可能会引起消费者的反感 而在这一点上 我认为他拿捏的 不是特别恰的好处 当时他跟他跟你说他的车的时候 他在说 你问他原来车是什么车 他说实际上极其普通的车 这个时候他的潜台词是 我不想聊我这件车 这个车 因为是在奔驰的店里面 正常中国人会有一个面子 我不太想说我看这什么车 你继续在追问你是什么品牌 多少钱价位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不专业的一个表现 我得需要几个问题去问他们 不是说是因为你是企业家 因为比如说你是男士或者女士 就需要说给你直接地去定性 不是这样的 我问一下你是上一份工作 是几号辞职的 18年的这个时候 一年了 一年多点 那你一年在干嘛呢 一年的话主要是在家带孩子 MING P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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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些抱怨吗 前半年没有 但是后半年我经常发一些 带孩子去儿童城 老带他去公园玩 我基本上呢 谈资的对象 都是我父母的那个年龄段 所以说呢 我的这个 基本上交流的这一年 我觉得我跟这个社会 已经完全脱轨了 你会发朋友圈分享 你带孩子这些 我朋友圈里全是 那整个社会 对你的看法是什么 你的朋友啊什么 是觉得你这个 对孩子付出那么多点赞 还是说 你怎么还不工作 你怎么在家带孩子 你老爷们儿 是什么一个状态 大部分的话都是 呦 他出发真行 你这个现在也不用工作了 这儿玩一圈 那儿玩一圈 帮你搭理他们 我告诉你 你带孩子比上工 做工作辛苦多了 我告诉你 他能花这么长时间 把一个操男人 变成了一个奶爸 其实这里面 可以看出他的一个韧性 三岁了 已经三岁了 已经三岁了 今天晚上上了 然后你跟你媳妇 要换过来了 还是他要上幼儿园了 他要上幼儿园了 然后你准备出来工作了 我准备出来工作了 你准备出来工作 还做销售 对 但要换行业 可以吧 我觉得我不管说 进哪个企业的话 我觉得我现在 不能着急要钱 我得先让自己变得值钱 所以这个真的很好 刚才这段表达 我觉得是严重加分了 因为我除了在汽车行业 我到任何一个行业 我都是一个白骨 能够忍下心子 在家带孩子的 这就说明 他能忍辱负重的 好 来 第一轮选择去活流 还有沙盏灯 天生惟有才 谢谢老师 一首十年荣马新孤单 送给今天在座的好朋友 祝你们开心快乐 幸福每天 十年荣马新孤单 引退了江湖归深山 如果有天你能看 我挂帅出征在扬分 既然的江场你已输 我还怎能继续哭 召集三千勇者夫 我血洗金轮到黄都 其实这个吧 我平时我也没有练过 天生我有才 也展示一下自己 能说呢 平时的一些喜好吧 马带奔驰 骏马奔驰夺豪迈 另类呐喊多痛快 霸王君主这一代 那么巅峰另类从未败 谢谢大家 挺好的 感觉他儿子在幼儿园肯定是老大 我从现场的反馈上 他们反正对我应该这个表演 应该是不反感 接下来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年后提离职被领导动情挽留 该留下来吗 如果是现在的状态 我肯定会留下来 因为我的经济实力不允许我 不留下来 那你以前没带孩子之前 你不会留 可能吧 可能 那你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拒绝呢 比如说他非常动情地挽留你 我说那领导你能够 是这样啊 不是说我一定要死 因为 因为曹总那边 给我开了无则底薪 30K 您看 滚 你那边能加吗 这个写的情商比较低了 但我觉得反而挺好 对啊 我想问一下 您这个这里边写的 这个忠诚大于能力 你在这里怎么体现的 因为企业家们还没问到我 就是说 春华为什么六年干了两个品牌 我从奥迪走 主要就是因为我 我的直属领导 有人 就是怎么说呢 去挖他吧 然后他走了 我觉得团队在哪 我就应该在哪 我觉得跟着团队走 再换句话说吧 他好我也好 其实我觉得他挺好的 也就是你 因为这就是 真正的 对 真正的销售啊 就是 情商高低 固然是一个重要的 只要在一个大公司里面 培训做好 有韧性 忠诚度 其实是一个销售的 重要考核标准 我觉得这不是讲义气啊 你想啊 他的上次走了 他跟着他上次一起走 好像是这一个团队 跟着一起走 是好事 其实 我更认为 你不愿意融入一个新的团队 从原则上来说 所谓的忠诚 一定是对企业的责任感 没错 不是对团伙的责任感 对啊 肯定不是 每个人 每个人你要走 你劝着别人一起走 这本身也是不道德的行为 你将来你自己开公司的话 你的下属也缩时的 你的下属走 那不乱套了 图老师解释得太完整 对吧 春华是这样啊 就是说 在回答这个题本身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两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是在于说 千万不要提离职的时候 去跟老板用谈心的方式 刚才您说 您太太的话 是做一类支援的 所以她对你的职业生涯的话 给过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职业的话 因为我呢 性格就像我刚才 自我介绍是一样的 我比较外向 然后呢 也比较直接 有些客户呢 可能说会喜欢我这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她觉得我 真的是比较真诚 就一根肠子呗 对对对对 有点 是吧 对对对 那如果你不卖奢侈品牌 像卖这种快速消费品 像卖君乐宝 做这种销售 你愿意吗 我愿意 那你觉得卖这种产品 跟你卖那种产品 你要做什么调整呢 第一是消费人群 第二的话呢 就是怎么说呢 就还是专业度 我跟你说一下 其实春华不是人群的问题 是渠道的问题 你那个车是直接2C的 是针对一个 一个客户 但是你卖俊乐宝 卖牛奶的时候 不是你一包一包的去卖 你是针对的是渠道了 不管是先上也好 还是先下也好 其实这个完全奢侈品和我们这种大众类的民生产品的销售模式和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说你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在家休息 包括现在又重新回到职场来找工作 你之前的六年的经历足以证明你的实力 然后你现在要从2000的一个底薪开始做 你真的有准备好吗 因为的话我觉得啊 底薪如果要高 然后绩效方面可能就会少一些 这个底薪如果要低的话绩效肯定也会高 我是这么想的话 他还是相信自己的销售实力的 其实我 他对自己的专业是自信的是吧 怎么说呢 我不想白拿这个公司的这个底薪 你为什么不回汽车行 对啊 我也想问 因为如果要是比如说以后 如果说是上幼儿园或者三年以后上小学 我基本上我的周六周日还有这些法令及家日全都是在工作上的 我们这个销售岗包括我们的这个净利岗除了总监以上啊 基本上没有六日 但是你看去别的行业有个大问题 你达不到之前的钱了 你之前能挣到两万的原因是因为你有一个问题 再垂直细分一下 你觉得你面对哪个年龄层次 男性还是女性 我哪个消费者群体你最有信心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像在座的吃物费企业家的这一类客户 刚才说的这两点呢 就是又把自己刚才从原来的定位里边甩出去了 那恰恰做快速消费品的人群呢 就是大众累的 往往就是目前在座的企业家 这种自己去买产品的这种 这种几率很少 对 对 第二来说就是我们的这种工作上的这种 时间的节庆等等 也给你之前的工作也是比较类似的 一年多了 你没有做销售 但你很好的培养了 在公园里跟大爷大妈们交流的本领了 对不对 你就正好就卖这种产品吗 对对对 对吧 好 现在可以了 来 第二轮环节 去火灵 还有四盏灯 请办盘 有二六千 对 觉得你比较适合做一个区域销售经理 我们这边呢就是销售的岗位 我提供的这个是传统的这种快销品的销售岗位 工作的特性和岗位来说就是从基层员工开始做起 我给你的岗位呢是门店经理 来 考虑一下灭两盏 留两盏 谢谢老师 谢谢 有请徐昭 王金慧 谈前不上感情 我想问一下458酒店徐总 您的工作地点在哪儿 就是我们其实全国各地都有 那我现在比较缺乏的是尝试在华南 但是呢你可以背试在北京 但是呢就是会有一定的出差 我想问一下王总 咱们这边的话就是日常的这个工作时间 还有这些休息的这个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工作日是每个星期休一天 然后呢这个导休的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 好的 谢谢王总 考虑一下做出你的最后选择 速吧 君乐宝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速吧酒店 去吧